我使用CMD CAP 我的E盘 EAV 我使用E盘EAV 这是我放我的环境地方 我再继续创建个虚拟环境 使用VisualUV VisualUV回车 我们之前说过的下面有两个叉数 一个-P 一个-LoseifyGate 这两个叉数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要创建个纯净的虚拟环境的话 我们指定-LoseifyGate 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本地有透过Python包 你要指定你的虚拟环里面是哪个Python 所以说-P参数指定你的Python的路径 也是可以的 在我这 Vitual EAV -LoseifyGate 然后我这叫做 从Dato EAV 9 然后就创建一个 来 你们也一起创建 使用VisualUV 先去把 我们虚拟环境叫做 Tenado Tenado EAV 9 把创建好 我们刚才做的操作就是使用 使用下VisualUV EAV 去创建一个虚拟环境 虚拟环境叫做Tenado EAV 9 接下来做的就是先激活环境 然后进行安装 安装我的Tenado 所以说我安装这个Tenado 是放在虚拟环境里面的 所以说我要先激活它 Cd Cd 我们这个Tenado Tenado Tenado EAV 9 Cd 进入它Scribe文件夹 然后Activate 激活 我们这 Sword 下面的操作 的话 所以说我们激活环境的话 直接写Activate 如果是Mac或者说EAV 或者说EAV 或者说EAV 在Activate前面加个Source的命令 就可以了 只要你看到你的环境前面有这个括号 你的路径前面有这个括号 括号写Tenado EAV9 就说明你激活环境了 下面要做的就是安装 PIP Install Tenado PIP 安装一下就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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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卡住了吗 对 你这个这上不了 哦 超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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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示这一块的话 主要是创业性的环境 然后去安装 我们的Tenado 装好过后就可以了 如果CMD就可以关掉了 关就行了 那如果刚才安装有问题的话 你还可以再使用我们的NewProject 使用我们的PIChang 去NewProject的时候 创建的时候自己创建的项目 然后创建的环境 环境里面 你自己再去装 你的Tenado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 这个方法呢 那下面就要写代码了 那我们写代码 去创建一个应用 那这个代码的话 它和我们Flask也是差不多的 我们创建一个PR文件就可以了 那我们今天代码呢 我还是放在我的Voralspace Voralspace9.flask 这是我们9.flask 我把它放在我的9.tunado里面 一样的 不同的结构的话 我们取不同的名字 我放在这里面 Tunado 9.tunado 那你们自己也把代码分个位置 分个位置 我在这里面还是写我的 第一件的代码 这里面 自己也把你的路径指定一下 要不然你的代码 东西块 西块的 不要乱 不要乱 按我这儿 我在Voralspace 我们上周的话 有一个文件夹叫9.flask 这里面是每天的代码 那我今天又创一个叫9.tunado 把这个也是我们这桌的代码 都放在这里面 然后使用我的tunado 去打开一下就行了 open 叫9.tunado 打开一下D01的文件夹 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写的内容 就是基于这个位置 基于这个位置 D01里面写 你们配合枪打开一下没有 打开一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要做第一件事 是不是应该给这个D01 下面代码指定一个环境对不对 环境的话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termil这里面 好像说你一定要有一个 习惯 你看termil里面 这个路径如果前面有括号的话 这面环境是有的 但是目前没有 所以说我们去state里面 配置一下 所以说这个之前都写过 在state里面 找到我们project-01 然后给它指定一个 我们的指示器 那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去找 这里面肯定没有的 因为刚才的循环境是我们新增的 所以说在这我们点个加号的话 把我们刚才新增的循环境 把它加过来 在这边选择的时候 选择下面这个 以存在的环境 以存在环境 以存在环境 然后选择 我们刚才在1盘 EOA里面创建的 tunad.inv9 tunad.inv9 就这个 找到里面script是文件夹里面的python 找到python 所以说这时候呢 我们虚拟环境 就使用到刚才创建的 那个叫做tunad.inv9的虚拟环境 OK 然后呢在应用上就可以了 tunad.inv9 在这边 这个的话选择环境 选择环境 选择环境和我们在做flask的时候是一致的 tunad.inv9 好 你们自己先把环境先配上 先把环境再配上 先把环境再配上 点击OK就行了 然后呢 你们确保一点 你点击里呢 tunad.inv9 tunad.inv9 只要看到你的环境前面有这个括号 就行了 就说这儿 又再 又再给几分钟时间 再给几分钟时间 再好好看一下 还是好 blush的意思 创建的叫做hello hello.inv9 hello.inv9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去使用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web的应用 web的应用 如果刚才你有这个网站能打开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面 叫hello.inv9 这是有内容的 这是内容的 但是呢 我们先不管它这个 先不管它这个 我们自己去写 那 我们第一行先引入一个号 这是一个iolo.inv9 一个iolo.inv9 一个iolo的一个监听 它是一个监听 它用于监听我们的一个端口 监听带我们来使用一个端口 啊 这种写法 你们觉得和这种写法 我觉得这两种写法 用的哪个用的比较多 下面用的比较多 下面用的比较多 但是我看一下 图来头里面好多人的写法都写的是上面这种 都写的是上面这种 但这两种供你选择吧 自己去用啊 我觉得都可以啊 我看好多地方方文档里面都基本上写的上面这种 那呢 根据习惯啊 以前也是写的上面这种啊 都一样的 反正就是导入这个东西 那呢 我们 导入一个 好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正正写的东西啊 我们导入两个东西 一个是web 一个是iolo.inv9 那么下面呢 先去写一个它的 启动 启动 因为我们在hello.inv8文件 是否要作为一个启动文件 所以说我要把这个iflinv9 打加上 那就是启动 iolo.inv9 iolo.inv9 啊 先写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啊 这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我们启动项目的一个 呃 一句命令 啊 这个话相当于 这个呢 相当于去创建一个io的一个循环 它用于监定我们的一个io端口 比如说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启动的80端口 八千端口 8080端口 它是监定一个80端口 这是创建 然后呢 start是启动 是启动 所以说相当于去监定我们的一个io的一个端口 然后 监定 然后 好 还有实力吧 一样的 还有实力 那下面的话 那你说我们这是要监定了 但是我们端口还没设置 就是说端口还没设置 那我们端口 我们待会去写一下如何去创建监定的端口 它这个地方和我们的fask 这个区别是有点大的 区别是有点大的 那我们这边先写一个方法 我先写一个get方法 我们去返回一下什么叫做hello word 这个类型 先写一个get方法 看 现在的东西我们把旁边合过去 然后看这个东西 啊 这个东西是啥呢 相当于我们定义了一个glass 叫做main hander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处理手柄 它是基存于我们什么 是不是叫做请求的手柄 处理个请求呢 请求啥呢 我们的get的请求 然后呢我们返回内容 比如说随便写个hello word hello tornado 啊 这儿就是它的一个get的请求 它响应的内容叫做sev-write 响应的字母串 写在write里面 那这儿sev-write 它响应的是我们页面的一个字母串 叫做hello tornado 这感觉好像跟我们plus完全不一样 这写法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再两个方向选完钩 我们再去看jango的 有个家发现jango的这套话 为什么这么多公式会用 虽然它有很多问题 但为什么那么多公式还在用 就因为它的一些写法很 我觉得很不错 啊 这儿我们先做的是个响应的 是我们的一个字母串 啊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写路由 然后哪个路由再去调这个方法 啊 肯定是写是这个东西 啊 我们写个方法叫做充电APP 这个APP是干嘛呢 它是返回一个我们的一个应用 返回一个APP的一个应用 应用呢 这里面监听的就是一个路由 还有我们访问哪个路由 去调哪个函数去处理 就是说下面写的内容就是 配种的路由 比如说我们访问是个鞋杖 然后第二个用的就是明显卡 啊 我们写完过后我再把代码 哦 再把代码里面注写就加一下啊 啊 这个MakeAPP它写啥呢 我刚说了 我们要去调这个get的方法 那我肯定要是通过哪个路由来调用 所以说 我有一个叫MakeAPP 它做的东西就是返回一个APP的一个应用 啊 application的应用 APP的应用 啊 这里面有个叫做henders啊 相当于处理 处理哪个呢 处理这个鞋杠路由的时候 我就会去调这个mainhander 这个mainhander 那这个mainhander里面就是一个响应我们的请求了 那里面我们默认的给了一个get的方法 get的方法 它做的是说 下浏览区里面去填充我的这个touch 那这样 那这是我们返回的一个APP的一个应用 那它要启动 那比如说启动的端口 那刚才我们说了 启动端口 我就去在main这里面 先获取到它的最推向 啊 这个APP AP的话就是我刚才在这儿里面生成的这个应用 啊 这个应用 它管理了我们路由 路由管理这个鞋杠去调这个方法 去调这个类 类里面定义的get方法 那 它 监听这个路由的时候 肯定前面有那个端口 啊 端口的监听 它就是app.nason 就是它去监听一个端口 嗯 端口一般写80 但是我们开发中的话 一般写8000或是8080都比较合上 你写80也可以 那这是我们建的一个端口 啊 啊 小安哥我们依次去写一下每句话的书记啊 啊 啊 说发现这东西 是不是感觉 还没得flask好用 写东西有点长 对吧 啊 写东西有点长 比如说在我们下注的话 你看端口就觉得 这个东西 没得到我们去啊 端口里面就很简单的 很简单 啊 这儿 写完过后呢 你稍微自己先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我们看个效果 我们再来说一下 没句话的意义啊 没句话的意义 那运行这个项目呢 运行这个项目呢 相当于 直接去掉这个hello.pia文件就可以了 因为在hello.pia文件这里面有这个lendme 就是启动 启动 然后直接去点右键去run 在hello.pia文件就行了 点右键运行的时候 啊 没有任何提示 那我先去访问一下呢 我去访问 127 12780 回车 可以看到 hello.tornado hello.tornado 比如说 这儿它是响应的 响应到工作台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其实就有响应的 只不过这一个 这一个是我们现在遇到的 那个主标的问题啊 所以是这个主标不用管 不用管 啊 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搞了这个斜杠地址的时候 它就会去掉 这个get的方法 get的方法 那get的方法写的就是 响应我们的一个字幕串 给我们浏览器 你自己先 八个几分钟 把你的效果先看到 先把效果看到 先确认代码没问题啊 那这里面呢 那这里面呢 我们先从这个 这个min文件先说起啊 那min文件 第一行 或者我们是先生成一个 make叫app的一个对象 对象 那这个对象 返回是啥呢 这app 这app就是我们在makeapp的时候 返回这个内容 它生成呢 它生成呢 是一个 从来到web下面的一个application 一个应用 一个应用 这个app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你返回的 就是我们配有路由的一个应用对象 啊 应用对象 那这里面我们写的啥呢 一个路由 写路由 那这个hender是里面 接的是我们的一个处理路由的一个 是不是一个列表 既然是列表 那这里面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去定义其他的路由地址 比如说什么什么 hello 对不对 所以说可以写这些东西了 包括在hender是这里面 写的啊 就是我们的 体配规则 参数中 定义 路由 体配 地址 好 这个体配地址 那这里面呢 格式说的是 这点r 是不是一个 转音啊 对吧 啊 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访问前面这个地址的时候 调的是哪一个方法去执行 那这个路由和调某个方法去执行的话 在flask里面是不是通过装饰器的形式 对吧 直接把路由装饰在我们调的时候上面就可以了 但是在这里面呢 我是指定的是这个路由地址 然后呢 它去调后面这个类 啊 所以说我去访问前面这个路由的时候 它去调后面这个方法 啊 后面这个类吧 啊 这类里面就有get的方法 就有其他方法 它就会这样去处理了 那么路由的配置是在这地方配置的 它说说 你们觉得使用flask那种 使用装饰的形式去写我们的 那个路由和 是不是还是关联关系写得比较好 还是说写这种 这种配置比较好 嗯 其实这种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 因为你可以有一个列表文件 你看 这个列表文件里面 你只要有路由 你可以都可以在这个列表文件里面去找 啊 像flask里面 你还要去看vino里面一个一个去找 对吧 所以在这里面你继续找的时候 这个路由地址 我觉得应该是找的最快的 啊 那这东西看个人喜欢吧 我觉得这种方式最好用的 最好用的 那 这个hinder是里面 第一个就是路由匹配的地址啊 啊 啊 比如说访问前面这个路由地址的时候 去调后面这个类里面的方法去处理 去处理 那 这里面 每个UP有了 生成一个应用对象 那应用对象的话 我里面配了一个是匹配路由规则了 路由匹配地址已经有了 那我们就要去监听端口 是哪一个端口去调 去匹配后面这些路由 或者是哪个端口 所以说下面这儿是监听端口 监听端口 监听端口 我这儿监听的是80端口啊 80端口 那也说我上面这些路由匹配规则啊 是要在80端口下面 才能生效的 也说我访80的时候 才能去匹配这些路由规则 那这是监听端口 那下面的话就是起了一个IO的一个实力 IO实力是啥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IO的一个 IO什么啥意思的话 输出输出 输出输出 input output 也有点点事啊 其实就是生成一个IO的一个实验循环 它是在监听我们的这个80端口的时候 看一下有哪些请求法 响应的 有哪些响应的内容 我们反而给前端了 起了就这个效果啊 就监听一个80端口的一个实力 也说这个IO实力啊 那就是一个循环监听 循环监听一个IO的实力 那这儿 启动文件里面就这么三个 这么三个 那么 那个makeapp我们也写了 makeapp里面刚才说的 hanger是这里面 是处理我们的这个路由地址的时候 去调后面的这个方法去处理 这个方法 咋写的呢 就是刚才是 里面 继承了一个叫做 tunado.meable.requesthanger 那这叫做 请求的处理 请求处理 那刚才看到有同学在这儿写出了 那我们应该写这个requesthanger 只要我们的 只要我们在路由里面定了 这个路由地址后面定了 处理方法的话 那这个类 必须继承于这个叫requesthanger 必须继承它 才能去处理我们的方法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个glass里面定义了一个叫get方法 get方法 那这个get方法里面写的就是self.write 那这就是响应给浏览器我们的参数 那这就是渲染 比如说渲染 响应给浏览器的参数 的数据吧 的数据 叫做hello2nado hello2nado 那就是说响应 必须给浏览器我们的参数了 self.write 就是说这个东西 self.write 那响应给它 那我们这个requesthanger 主要是只要是我们处理的方法都必须继承的 就是必须继承的 写下下面 必须继承我们的requesthanger requesthanger 必须继承我们requesthang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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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从它做的一个基本应用